为了让南区的志工们在进行公益活动的时候 也能够利用影像把过程记录下来 除了记录点滴回忆之外 更能够透过影像更有效的方式 将志工的精神传达出去 玉里救国团表示 报名的人数踊跃 期盼透过传递手机拍片的过程 让大家也能够利用影像 记录生活当中的美好 为了让南区的志工们在进行公益活动的时候 也能够利用影像把过程的记录拍下来 除了记录点滴回忆之外 更能够透过影像更有效的方式 将志工的精神传达出去 玉里救国团表示 报名人数相当踊跃 期盼透过传递手机拍片过程 让大家也能够用影像记录生活当中的美好 今天老师讲的非常好 很实用啊 比如说拍照的时候 如果善用九宫格来制作啊 然后等一下做影片的时候 先编心目中自己有一个小故事啊 然后等一下就可以马上驾轻就熟这样子 然后让大家收获麻烦 尤其是一机载走的时候 如果善用你的手机 就可以编辑一个像 一个影像的故事 如果用一个影像故事 来续收一个故事 服务影像记录季为电影拍摄 知能研习营 由救国团总团部来指导 华林县团务指导委员会来主办 玉里救国团来承办 透过影像记录方式传达自己的想法 行销自己的工作 甚至家乡产业 以及人文 尤其是志工伙伴们 要善用微电影的制作 替救国团的公益活动来做宣导 让社会大众知道 救国团是为民服务的好社团 记者高雄双玉里采访报道